台中一名清洁队员14号深夜 协助清理一起车祸现场游滋时 遭到了9架女子追撞死亡 证明清洁队员再两年就可以退休 这场意外毁了一个家庭的幸福 依照规定原警应该在场协助戒备 意外发生后 台中市环保局表示 日后清洁队员协助清理车祸设厂 将要求原警在场 同时落实两人一组出任务 直播现场肇事黑色小轿车 挡风玻璃碎裂 9架翁姓女子车辆迎面撞上了 正在路中央清理车祸现场的 徐姓清洁队员当场死亡 死者女儿想起妈妈惨死 红了眼眶 我跟我妈非常非常亲 我妈连一个字都没有留给我 她昨天眼睛也没有睁开看我一下 9架的24岁翁姓女子 酒厕值高达0.72 超速又逆向行驶 被撞上了徐姓清洁队员 再过四年就要退休 年底还计划出国旅游 却发生不幸意外 肇事的翁姓女子被疑过失致死 公公我险罪移送 家属不能原谅她 她被撞到以后飞得很高 转了很多圈 那现场的声音很大声 那她看到我太太就跟我说 对不起啊 那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我没有打算跟对方 就民事的部分做和解 清洁队员工作真的很辛苦 冬天的清晨低温 半夜凌晨待命 这次遇上不幸 就是接货调派到台中市高公路 处理车祸现场留下的油字 这规定应该要远景从旁协助戒备 但案发当时 远景正在交通事故处理车上做笔录 环保局检讨 未来像这种车祸清理的任务 会落实两人一组 也会要求警方协助戒备 情路的指派就是两人一组 然后两人到期之后 一个协助注意安全 一个执行 处理现场事故的人 远景协助我们就可以了 我们一定要求警员在场 如果警员不在场 我们会拨打疫情 请他们派员之后 我们才执行 实行清洁队员 时候约可获得800多万元的抚恤 而这起案例 也点出清洁队员 危机四伏的工作环境 以及长期被忽视的安全问题 金城环球赖事节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